而相关的厘清汇款金额 特征组今天其实再度借题了林毅士也约谈彭爱佳 外界一度以为检方会安排夫妻两大对职 不过呢 征讯两个小时后 彭爱佳是已经离开特征组了 两个人并没有碰面 而目前特征组征办的最新状况又是如何 我们也先给记者陈漫威 谢谢主播各位观众 这个林毅士今天早上呢 进入特征组的时间呢 大概是上午的十点半左右 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其实他进来的时候 穿着这个白色衬衫 西装长裤 让媒体拍摄到他戴上手铐的样子 所以呢有特别是把手尽量的摆低 我们可以看到他神情 其实非常非常的落寞 那可能就是因为他知道 今天自己到特征组呢 就是要来测谎 那测谎的关键呢 就是在于这个临时的母亲 沈若然交出的1800万元呢 再加上检方查扣的一些其他的保管箱 跟着里面的数千万元的美钞 以及金台币 累积起来就已经超过了7500万 远远超过了就陈启祥之前说的这个6300万元的数字 也就是说林医师说自己一个人拿汇款 全部都是他拿的说法呢 有可能是在说谎 要针对这一点呢 来对他测谎哦 因为检方怀疑是不是有其他的分赃共犯 那林医师呢 是企图要设下这个金额的断点跟停损点呢 来阻饶这个检方的这个查查的一些动作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今天呢 检方也持续约谈了这个彭爱佳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 刚刚他11点左右离开的时候呢 其实呢 神情也是非常非常的落寞 而且他今天进去的时间 其实非常的短呢 因为早上9点进去 11点就出来了 等于呢 是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今天呢 他是针对这个 昨天这个 智隆未来 这1800万元清点这个部分呢 做一些签名 以及确认这个赃款 要进入这个赃款库的这个动作 所以呢 其实本来今天说呢 林医师跟彭爱佳 两个人可能会测谎 但是这件事情呢 可能要延后到明天了 因为呢 他们两个呢 大对峙可能要延后到明天 因为今天下午呢 林医师要先进行测谎 这个部分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 我们将镜头还给棚内 好 我们看到林医师的倾向呢 是打算讲说 6300万都是他自己拿的 而因此呢 都不干别人的事情了 好 不过呢 在这个侦办 还比水落实处之前 其实在这段时间 林医师案件 其实不管是绿营 蓝营私底下 很多人都在这边放话跟爆料 已经伤到了 现在这个马团队 在领导这个 整个国家的一个 继续的一个气势了 其实是不是有一些方式 是可以来解套的 而到底是 有人见凤插针的情况之下 马总统又该如何因应呢 我想 只要有凤 一定有人会见凤插针 所以马总统他必须去围堵 所有的凤的产生 那有关司法的部分 是毫无这个救驾的余地 因为你怎么救他 如果这个火还在网上烧的话 那至于就是说 来自于党内 甚至于民进党 要求他全面内阁改组 甚至于党内逼宫 要求他交出党主席 其实从基层声音越来越旺 一个15%的总统 他做到天怒人员 这个基层 急着要跟他切割 我想过去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政权不稳的时候 包括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 他从蒋经国手里接任 那时候是老国代的时候 国民党内部要求要集体领导 然后他选总统的时候 那是国民大 国大代表来选总统 那时候有多少人抗议 然后觉得他选了副总统 李源处大家觉得很不满意 李幻想当副总统 那怎么办呢 所以李登辉当年 也面对这样的领导文件 对 他也面对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还有领养感要来挑战他 所以那时候 他必须想办法去分权 甚至于到 他曾经还用李幻来取代余国华 用郝伯春来取代李幻 就是试图让这个非主流 整个集结的势力 能够化銷于无形 然后他也跟民进党来 你来我往 眉来眼去 引进民进党来 对抗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反动势力 所以马英九 他必须要有这种胆势跟魄力 去看待他目前的问题 明年 除非国民党紧急到要召开临时的 那个 就是说召开改组党主席 要不然党主席的改选是在明年 但是现在已经从基层一直在叫嚣 就是说希望马英九不要免兼党主席 那就我来看 如果他辞掉党主席就是正出多门 一个总统他如果没有党主席的一个身份 这个我已经讲了一个15%总统他就是跛脚了 他确定跛脚他再不兼党主席的话 他完全就锁在坐在总统府办公室里头 所以这个党主席这个权力 我觉得马英九可能左思右想费思良之后 他不会放出来的 但是他怎么跟这些大佬们分享权力 比如有一票人认为说王金平非常好 过去你跟王金平之间的问题也没有解决 所以也有人认为说王金平很适合当行政院长 过去陈水扁在当总统的时候 也曾经想要突破蓝营的破口 就想要找王金平当行政院长 后来那时候王金平没有接受 那如果说这时候由王金平组阁 如果民进党压力施加了大 国民党内部又逼宫的话 逼迫得马英九必须改组内阁 甚至就是说真的让王金平组阁 或许王金平帮他党立法院的这个关口 会是一个机会 但是以马英九来讲他现在是两难 因为陈冲是一个技术专业出来的 专业的财经内阁 目前就放眼台湾 就是说我们的欧债 整个全世界的这种财经问题 就是说陈冲是恰如其分的 但是现在来的这个热浪 这个台风 就是不管原子弹风暴 是整个要冲寡 他政治面太大了 就是说如果陈冲抵挡不住的时候 谁会是下一个出来组个人 我觉得他或许必须参考欧巴马 欧巴马把他的竞争对手Hillary 当为他的国务 等于现在是两个人一起合作 对两个合作就是政敌团队 所以今天要化解很多的问题 马总统他必须仔细的去思考 就是说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如果就是说马总统非常自傲的青年 但是你用人世人不明 就是你的能力出了问题 你在用人上过去被形容叫 用小圈圈通知性非常高 但你用了一个来自于民意代表 出了这么大事 我想会让他左之右出 不晓要用谁好 当然他过去对王金平也认为说 他来自于民意代表 在选党主席的时候 还把王金平卡为黑金 所以两人的心结非常的深 但是我想不结二元 这是王金平也讲过的 我不认为就是说 国民党内部 把马英九打趴之后 其他的组不管是朱立伦 吴敦毅 谁就可以马上起而代之 因为2014这场仗很难打 更何况2016 以目前整个民调的反应来看 国民党落到15% 民进党大概30% 就是说你们把 就是国民党内斗 把马英九打趴之后 不代表另一组人 就可以取而代之 反而可能是民进党 一个很大的机会 所以这必须马英九下来 跟国民党内部来好好沟通 那至于我刚刚讲 司法的问题 即使动摇国本都得办到底 我觉得以马英九 他清廉这一块招牌 如果说真的吴敦毅有涉案的话 那简直是 真的是会是原子弹 那目前为止我必须强调到 今天为止所有的报道 都是就是指涉来指涉去 但是就是说 但是打折水困上 很多事情就是因为 林医师曾经讲过 一刀让我毙命 果然他被一刀毙命了 所以即使今天很多的澄清 大家都不相信 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 必须拿出证据来 包括特征组 他有一个污点证人 他的指控都要非常的确实 是而且刚刚像社长所讲到 其实现在面对这样的风暴 其实如果说这真的是背后 是所谓的内斗的结果的话 其实可能自己先玩死自己 结果是绿营来 于庸得利 而面对这样的状况之下 其实国民党在这个时候 更是不能轻忽 除了刚刚讲到 所谓的一些 马王心结之外 其实真的是 马总统要面对的状况 还很多 像包括 党内的其他大佬 甚至胡志强 之前也开炮 今晚他是赶快澄清说 其实他真的没有对谁开枪 不过他认为说 外界认为党主席 马英九应该下台负责 他认为国民党是 现在要痛定思痛 好好思考 谁该负责了 而针对林一世 涉滩的看法 被外界解读成是 对国民党或是 马总统开一枪 胡志强他曾经说 没有对任何人要开枪 他也是国民党员 要开枪的话 就开自己就好了 好不过这某个程度来看 就是好像真的是 现在这是一个骨牌效应吗 好这好多好多的事情 要不该把它处理掉 马总统才有办法 继续往前走 那胡志强的部分 又该怎么办 一般老百姓 可能看不懂胡志强的讲法 事实上胡志强 他是 他是像 他说他自己是像乌鸦 他经常给马总统意见 但是马总统听不进去 才会落到这个下场 好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 现在的风暴 这个马团队该要如何止息 我们还要看 这个林一世的案件之后 该如何发展下去了 而接下来 新台湾新光大道 有更多的讨论 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倩玲 好谢谢一清 先看到林一世的案件 先是什么媒体爆料了 然后名嘴在接的连环报 在接的媒体 在继续的报 这样报下去 真的会报到什么 改变台湾的历史 这么耸动 还是说真的有幕后高人 一步一步的 要来斗马政府的这个手段 这个步骤 我们待会一一的来解密 新光大道马上回来 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即有点 因此信任